現在正值盛夏季節 俗話說盛夏賣收忙 而每當快要賣收的時候 神秘的賣田怪圈也會時常光顧農田 最近在德國巴法利亞地區又出現了一個賣田圈 如此大面積又工整的幾何圖形是怎麼製作的 而圖案代表的又是什麼意思 到現在都還是個謎 但也因為這樣吸引很多獵奇者 爭相前去觀看這個神秘的傑作 不久前在德國巴法利亞州經線的這個賣田圈 直徑長達75公尺 在一個大圓圈內均勻分佈著三個圓環 期間規則地分佈著其他圖案 如同被精心設計和測量過一樣 這個賣田圈最先被人從熱氣球上發現 隨後在網路上廣為傳播 而人們最感興趣的話題 始終是隨時賣田圈的神秘作者 那不成功而是不成功的 那不成功的 他們不是一個人的 這不成功的 這些人的群體 這不是不成功的 我們是否也都已經 沒人是否則 或是不成功的 但我以為 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特別是 這份份事是 是這裡有什麼事 是誰會說的 誰可以告訴你 我認為我們有個性感想 我想過到某種有趣的 有有趣的 幫我們幫助 幫我們祝福 甚至還有人專門來到麥田圈中 打坐冥想 或許是想與打造麥田圈的高級生命 進行溝通 不過這塊麥田的主人 卻認為這只是人類的惡作劇而已 我個人認為這已經是從人手提起 但當然 這已經是很完美 所以 做得到一夜 是很難的 我不知道 雖然這個麥田圈 為赫納特造成約1500歐元的損失 但絡繹不絕的獵奇者 也紛紛掏出錢袋 熱心彌補農場的損失 而遊客們先脫下鞋子 再進入麥田圈的好修養 也讓農場主人十分欣慰 再進入麥田圈的好修養 再進入麥田圈的好修養